我真的覺得這個世界有很多人為求達到目的 是真的可以無底線的 那一定要你選擇 你是會選擇有錢無底線 還是紅到無底褲? 人生三大矛盾 賺錢而已 犯法啦 過上的 昨天我無意中拆到一個直播間 劇情大致就是老公過了生 女兒入了院 叔叔和婆婆經常欺負她 所以她決定在直播間 把她老公的遺產低價清掉 什麼?就是那些貴婦箱 洗臉奶洗頭水那些? 看到沒有把我家都給砸了 能砸的都砸了 無所謂了 全清了無所謂了 這輩子不會再有這個價格 我明天或許不會再播了 我老公沒有了 我手裹好了 你卡鏈子都不給他們是嗎? 這是你的東西嗎?是我的 是我壓到的手續費 阿十九搜 放掉了 下雨天就下了 俗語都有說 難倒的爸爸 cancer的媽媽 上學的弟弟 和破碎的家 我不幫他誰幫他 看來君哥最近有去練歌房 幫助那些失業青年 我不讓你這樣說他們 他們只不過是靈活就業 裝飽 你為那些青年搞我 我都說不讓你這樣 肯定有一些姓母就會說 人家都這麼慘 你憑什麼說人家是劇情呢? 我們真的有研究過 你會發現這類型的大貨直播間 無論劇情有多雙春悲秋 一說到產品詳情的時候 就可以全場默契配合 一定可以給主播 完整介紹完產品 其實我真的不多不明白 阿叔仔又哪需要阻止他直播呢? 你直接阻止他發貨就對了 是啊 其實劇情帶貨都是有趣的 是可以帶給我們一定的情緒價值 但是呢 每個人的分辨能力都不多一樣 有人就真的當成真 因為這樣而衝動消費 或者過度消費都不出奇 那如果賣貨那個又沒有底線 將劇情做到極致 但是又將貨品質量擺在一邊 喂 吃虧的又是你 當然啦 可能對於商家來說 這個環境裡面 賣貨當然是第一要務 你不要跟我說完什麼責任感 當我們對他們提出這個要求的時候 可能他們都會派出一個靈魂敲問 除了窮 你認為還有什麼可怕? 不讓我想立即回答 希望我們是不是一輩子都在演戲了? 我說是 從天開始伸出發 如果可以做到連自己都合不來 這樣就真是好戲了 不過說話又這麼說 我們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而已 哪想不到 盡情做就行了 另一個讚來玩一下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